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花絲拉 今日花絲拉想跟大家說一下英國的找工作或創意 請在未講之前, 大家幫幫手 喜歡我的朋友, 給我一個like 不喜歡我的, 就分享我的影片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很擔心 到底我來到是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由於文化和語言的差異 加上一部分的香港人又未必懂得開車 所以找工作就變得更加困難了 可能很多香港人本身做的職業 可能過來英國都找不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創業呢? 花絲拉不是專業人士, 只是一個小妻 但我以下介紹的網站, 有可能成為你的正職 我個人認為, 大家可以在未來之前 可以學一些短期課程 例如做一些香港小食 例如點心, 菠蘿包腸, 雞尾, 蛋撻之類 又或者學一下怎樣裝修 又或者學一些縫飲, 改衣服的課程 在英國買三褲, 如果太長, 它是不包和你改 我上次就用了12磅 去給店舖幫我兒子的校褲 最後就拿到回來 一隻就有改, 一隻褲腳是沒有改的 由於第二天要上學趕著用 所以另外一隻褲腳, 我就先黏著膠紙 在英國, 尤其是華人群組 特別是在WeChat和WhatsApp上 都有很多人在賣他們的食物 例如有豆腐花, 菠蘿包, 雞尾包, 蛋糕, 便當, 還有點心 還有手打牛丸, 麥丸, 豬肉丸 根據英國法律, 如果任何人在網上賣食物 都需要在開張之前至少28天 就要去Local Authority 登記你的行業 而這個登記手續是免費的 登記完之後, 需要上一個訓練班 就是食物衛生及安全處理 這個訓練班是非常簡單的 兩個小時, 包補完成 又或者你自己想創業 是自創你自己的牌子的食物 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在Food Festival 租借一些攤檔 那你就可以公開一下你自己的食物 你也可以在Council 申請 每個星期, 在市場擺賣 甚至乎, 如果你很有信心 你的產品, 還有完善的計劃 你甚至乎可以賣給超級市場 這些就是花絲拉十幾年前的手作仔 花絲拉用羊毛, 用一支很特別的針 刺成這樣 由於我很喜歡小動物 所以我所有的作品 都是以狗仔和動物為主 當做了沒多久 顧客就發寵寵物的圖片給我 就要求我跟著他的圖片組 我介紹這個網頁 主要是賣自己手仔的東西 它亦批准你賣一些手作的工具 例如我賣小動物 它亦批准我賣羊毛 還有賣箭板海綿和針 今天為大家介紹就是這家eatsy 這個網站什麼都有人來賣 有吃得有不吃得 吃得有朱古力 杏仁果仁 都有 有剪子 珠寶手飾 三副鞋襪 甚至兒童玩具 這些全部都是用人手手工做的 好像這雙馬蹄鞋一樣 你說它漂亮不漂亮 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但是買的人也不少 這個網站什麼都有人賣 也什麼都有人賣 看看這個鑰匙口 還有還刻上人的名字 還有一個賣小手工的網站 就叫Forsky 不過我自己覺得Forsky的東西 就沒有意思那麼漂亮 如果在英國網站上找工作的朋友 要小心點 根據政府的資訊 在這個Convert-19 很多找工作的人都被騙 大家在這個政府網站 打Find a Job 之後就會出了Save a Job這條link 這間Save a Job公司 是一間非謀利機構 它就會把所有有問題的中介公司 就會放上網 你就知道自己找工作的公司 是有沒有壓力了 以下這些都是找工作的網址 最後我就寄予香港人 機會只會留給一些有準備的人 我深信 憑著我們香港人的幹勁 靈活的頭腦和打不死的精神 我們一定可以創出一片新天地 最後有一段經文想跟大家分享 耶穌說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 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二塞亞書41章10節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Facebook搜尋 《香港人在牛津信仰與生活專區》 裏面有很多弟兄姊妹 會為你解答有關牛津的生活情況和信仰的問題 OK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次見 拜拜 拜拜